大家好,欢迎来到家常的味道 包菜炒粉条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那么怎么炒才好吃 粉条入味还不粘锅不成一坨呢 其实只需要掌握一个小技巧 你也能炒出好吃的包菜炒粉条 下面我就来分享它的详细做法 跟我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纯红薯粉条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然后倒入多一点的温水 把粉条浸泡两个小时 水温最好是在50到60度左右 这样泡出来的粉条吃起来更加的劲道 上面再扣上一个盘子 这样泡发起来比较快 接下来准备一个包菜 用刀从中间切开 咱们只需要一半就够了 再把中间的银芯去掉 不要 然后再将包菜改刀切成细丝 尽量切得稍微的细一点 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全部切好后把它放入清水中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点食用小苏打 下手抓拌均匀 把包菜浸泡10分钟 加入小苏打来浸泡包菜 可以去除包菜里面的农药残留 这样我们吃着更加的安全放心 抓拌均匀后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斑大蒜 用刀拍一下 再剁成蒜末 再准备一小块的生姜 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姜末 姜蒜切好后 装入碗中 喜欢吃辣的朋友 也可以用剪刀 剪一点辣椒段 下面准备一小块的五花肉 将它切成薄一点的片 这道菜加一点五花肉 吃起来更香一点 也不需要太多 切上一点就可以了 切好后 装入碗中备用 咱们的包菜浸泡好了以后 再给它淘洗一下 然后重新加入清水 把包菜丝清洗干净 这里多清洗几遍 把里面的小苏打都清洗掉 清洗干净后 捞出来放入落栏里面 控干水分 两个小时以后 我们的粉条也泡得差不多了 如果感觉粉条太长的话 再用剪刀 把它剪短一点 剪好后 把粉条捞出来 先装在盘子里面备用 接下来锅中烧上水 水烧开后 把粉条倒进去煮一下 煮的时间也不用太长 只需要把粉条煮至变软就可以了 提前把粉条煮一下 可以缩短炒制的时间 而且方便下一步的操作 大约煮一分钟左右 煮到粉条全部都漂浮起来 就说明熟了 然后用漏勺 把粉条捞出来 捞出来以后 立马放到提前准备好的凉水中 过一下凉 这样粉条就不会粘连在一起了 而且吃起来的口感 更加的爽滑劲道 锅凉后 接着用漏勺 把粉条捞出来 控干水分 控干水分后 装入一个大碗中 再往里面加入少许的老抽 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这样可以给粉条提前上个颜色 看起来更加的有食欲 搅匀后 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继续搅拌均匀 加入食用油 粉条炒的时候 就不会粘锅了 即便是菜炒出来了以后放凉 粉条也不会成一坨 搅拌均匀后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 把锅充分的烧热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后 把切好的五花肉片 放入锅中翻炒 开小火慢慢地炒出 五花肉里面多余的油脂 一直把五花肉炒到颜色微黄 然后 把姜蒜末 干辣椒放进来 炒出香味 炒香后 加入少许的老抽 给肉上一个颜色 继续翻炒均匀 然后把控干水分的包菜丝放进来 这个时候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 炒干包菜里面多余的水分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 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伸出你发财的手 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一直炒到包菜丝微微变软后 加入一勺食盐 少许的鸡精 白糖 再加入适量的生抽 最后加入少许的蚝油提鲜 继续开大火翻炒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炒至融化 大约再翻炒10秒钟左右 翻炒均匀后再把粉条放进来 继续给它翻炒 这里炒的时间也不用太长 因为粉条本身就差不多已经熟了 快出锅的时候 再放上一些小葱花 再次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包菜炒粉条就做好了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炒出来的包菜粉条真的太香了 保证你吃过一次后还想吃第二次 即便是凉了 粉条也不会粘连成一坨 好了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 做来尝一尝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